百味送金家导演林英 過世前無異事 還剩兩頁 三立八點檔金家好媳婦 導演林英7月22號因為胃癌過世 享受72歲 30號的告別式 於第一殯儀館永念廳舉辦 曾和林英合作過的演員 近百人到場 送他最後一程 就聽說早演導演生病 我再隔一天去看導演 就是導演已經 不認識我 我們去看導演的時候 導演已經沒有什麼意思了 但是導演還是會 就是講一下說 還剩兩頁要趕快拍 導演現在沒病沒痛 可以就是好好的 看著他的孫子長大 然後看著我們這些 送你提西的後輩 大家會在演藝圈努力 導演給我滿大的心情 對 因為那時候就是 可能還沒有人知道 苗可麗是誰的時候 對 所以導演算是給我滿大的力量 他對晚輩尤其對新人 在這個安撫情緒上 也是相當的用心 所以我們在工作上 有了什麼委屈 其實導演他都會看在心裡 其實我們也很心疼他 必須陪我們到最後一刻 所以我覺得 最應該趕快的就是導演 對我們整個台灣戲劇圈的貢獻 林茵曾指導台灣阿成 台灣霹零火 世間情 金家好媳婦等戲劇 熱愛拍戲的他曾經說過 希望拍戲拍到死在片場 金家沙親後 他檢查出罹患胃癌 隨後住院開刀切掉三分之二的胃 開始接受化療 想不到化療後 昏迷不醒 最後回天法術 娛樂棟新聞報導